轻原子人阶变化如像 轻原子人阶变化如像 回答问题 第一个 1是从人阶2到1 如果放出波长是121.6奈米 则6所放出的波长大概是几奈米 带入波长公式 91.2 再除以低能阶2次方分之1 低能阶是2 2的2次方分之1 减掉高能阶2次方分之1 将算出来486.4奈米 第二题 如果1放出的光谱对应上图的轻原子光谱的珠 这里是1 2到1 这属于南曼系 光谱线的间隔越密 代表能量越大 频率越高 所以这个是第一条 则4对应A 4号是从3到2 2 属于巴尔默系的第一条 则6 6 6是4到2 巴尔默系的第二条 所以答案是A 第三题 上图 上图光谱 1 2区段 何者正确 1 属于巴尔默系 是可见光 2 是南曼系 指外光 所以答案是C 再来第四小题 如果2放出了光谱 频率是S 则哪些频率会大于S 我们看哦 2 是从6到3 这个是属于帕森系 帕森系 是在红外光区 所以只要回到1 或者回到2 南曼系跟巴尔默系 频率就会比较大 就能量比较高 所以这里你看 回到1 这里回到2 这里回到2 所以146 答案是猪 第五题 陈第四题 放出光谱的频率 跟主量指数N的关系 符合下列哪一个公式 我们看 频率 公式是雷德堡常数 再乘上 低能阶2次方分之1 现在低能阶是用N1表示 減掉高能阶2次方分之1 现在第四题 如果2放出的频率是S 2的话是从6到3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R等于12S 把他带入 所以答案是这里 珠 下的图是氢原子光谱 紫外光区 跟可见光区的普线 这方程是 气带氢原子 失去个电子 所需要能量 这个就是游离能 Q牵卡 第一个 光谱线A的能量是多少 普线间隔越密 能量越高 频率越大 所以2这里是紫外光区 南曼系 这里是可见光区 巴尔默系 所以A是可见光区的第一条 是从N等于3到N等于2 所以他能量 我们算一下 游离能是Q 乘上低能皆二次胖分之一 减掉高能阶二次胖分之一 所以是36分之5Q 第二题 频率1减书 等于光谱线的哪一条 我们来看书 乃曼系的第一条 N从2到1 1的话是从3到1 我们换一下普线 书2到1 1 3到1 所以1减掉书 频率有加成性 就是这一段 3到2 3到2 也就是这一条A 所以等于A普线的频率 再来第三小题 普线1跟书的频率比 带入频率的公式 雷德宝常数 再乘上 低能皆二次胖分之一 减掉 高能皆二次胖分之一 所以频率 跟这个值乘正比 6的事实 频率1跟频率书 5是以往都3到1 1是从3到1 5是从2到1 5是从2到1 6好 3